玉里镇东风里推动农村战胜成效卓著 尤其是众所期待的东风生活节产销文化活动 除了延续在地优质农产 社区文创产业DIY体验 这次也首度加入了电斧自行车 畅游东风农村部落的产业魅力 部落主人轻快活泼地带来花莲现舞表演 为一年一度的东风生活节揭开序幕 东风风一下 电斧自行车 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东风 那个东风的热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往年我们办活动是在冬季 这次办的话就从夏季开始 就是有计划就是说春夏秋冬 办一下主题活动 玉里镇东风休闲农业区 今天热闹执行东风生活节 除了有延续在地优质农产 社区文创产业市集 农产DIY体验活动 这一次也首度结合电斧自行车 带领游客民众以环保低碳方式 畅游东风农村部落的产业魅力 不同阶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路数 营造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对193线有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和期待 所以这里是我们一人要努力 我们四个 西手合作 与其地区农会辅导东风休闲农业园区 串联193线到丰富多元的路廊地景 部落文创及东风地区优质的农产 带动农村再生的发展 近几年来也逐步朝向有机环保 以及低碳的农村目标来迈进 成小卓著 都会办理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结合电斧车 让大家可以更深入 更贴切地在东风做一个巡礼 最早大概二十几年前开始 在推动有机农业的时候 就很早就进来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蛮早就投入了 对于台湾有机农业共性相当大 那这里东风地区也跟各位报告 也是我们农业部在做循环农业 做净零碳排的一个 一个典范地区的一个部分 所以未来我们这边的部分 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典范 东风生活节现场崩下市集 在地小农获本乡青农热情支持 共享盛举 以自家栽种生产的火龙果 柠檬以及胭子青梅等农产 加工变化成各具特色的餐点 食品及饮料相当受到欢迎 另外也在总干事蔡仲汉 及长官贵宾的带领下 骑乘电动自行车 畅游东风体验东风的生活 记者十一玉兰玉立站采访报道